AI指標類估美國其大巨頭 包含輝達美超微在內 近期出現明顯的大幅下挫 科技業財報週有市場認為成長性可能存疑 請教低金頭股董事長陳一光 怎麼看第二季的景氣走向 是否出現了雜音的信號 而這波股市下跌怎麼觀察 我想這次的行情 變化非常非常的大 我說成都最近大陸越部非常火的連續叫繁華 他提到就是說帝國大廈上去要一個小時 跳下來只要8.8秒 其實這一波的行情有點像 這個劇情裡面所提到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們可以看到這次的美國四大指數 它下滑的速度非常快 尤其是科技類股 費半跟NESTA都跌到半年限 然後只剩下道琼跟S&P500還在季線這個附近 那我覺得從整個資本市場來看 景氣資金籌碼是促使這一波行情裡面 波動最大的因素 那我們先看一下景氣的部分 我們從主要的國家包括歐元區 它是進入一個貧血式的復甦 所以應該會在6月份提前做降息 中國大陸它進入一個所謂的 資產負債表型的復甦 所以基本上今年也可能在年中 中間的中也會啟動第二次的 這個降息LPR的部分 那美國目前看起來相對來講是比較強的 它叫做金髮經濟 就是微弱的這個部分的經濟復甦 但是又搭配了一個溫和的 這部分的一個通膨 所以這三個國家導致了這部分的一個利率政策 就是回到這個資金行情 這一波的這個資金行情 我覺得是利率地毛所產生出來的 這樣的一個大幅的波動 原先當它預期在美國今年6月份就會進行所謂的降息 但是因為它的這個經濟的數字都非常的強勁 造成說它原先預期在6月份降息的時間點 拖到今年的第三季末才會去做所謂的降息 那這種降息預期落後之後就會產生了所謂的股轉債 因為債券市場原先已經預期它要做所謂降息的動作 所以你會發現在短中期的利率都有呈現下滑 但是在這個利率政策產生轉變的過程裡面 它的這部分的殖利率就大幅的彈升 大幅的彈升會使得目前的Smart Money 會去做所謂的短期債券收息的這樣的一個投資 所以使得說股票市場出現明顯的崩跌 那第二個景氣就是來對於產業的景氣 因為這一波在台積電的法說會裡面提到一個結論 就是四個英文單字叫Everything Slow But AI 就是把整個這個電子產業裡面 high tech裡面就飆露出了目前看起來 除了AI的成長以外 包括這個消費性電子 包括手機跟包括所謂PC的部分 都進行所謂的比較緩慢型的複数 這個話一出使得這個整個電子產業 就已經對第二季做下這樣的一個註解 所以你會發現第二季在做所謂的這個股市裡面的 泡沫的這部分的調整 但是整體的這個下半年的這部分的景氣 其實都還是非常的健康的 所以我們認為說在整體行情第二季的這樣的調整 反而是有利於在下半年這部分的景氣的 這部分復甦跟股市這部分的一個反彈 應該是有機會做這樣的接軌 因為假設你的股市還是成如第一季這樣的 這麼大幅的這樣的彈生的情況之下 其實就會導致聯準會在貨幣政策裡面 會不斷的延後這部分降期的時間點 其實對股市來講反而是不好的 所以我們認為說在第二季這部分的調整來看的話 對於整體的這部分的這個股市行情 或是景氣上面的一個接軌上來看 我們覺得反而是比較健康 所以這次我們比較定義是一個短線上的一個修正 而不是一個熊市的來臨 所以投資人在這個地方第二季反而可以冷靜下來 把你手上的持股做一些檢視 然後選股不選市 我們覺得反而是接下來比較好的一個投資策略跟建議 所以董事長您認為說這一波 並不是整個景氣面出現負面的一個走向 代表下半年台灣經濟還是可以期待 沒錯 台灣的經濟我們從兩方面來看 第一個GDP的角度 今年保三應該沒有問題 從我們的C加G加S加-M的這樣的四肢角上來看 第一個我們的消費動能還是非常強 那外需的部分來看的話 外銷跟出口這兩個數字 外銷是出口的領先指標 目前外銷已經有開始在3月份由付轉正 那第一季應該是整個外銷的一個谷底 然後出口部分已經開始轉正了 所以我們認為說會帶動整個企業的獲利數字 第一季的財報在5月15號會公布出來 我們預計今年的第一季財報 應該會挑戰8000億以上的單季的這部分的水準 然後第二季應該跟第一季差不多 但是下半年的這部分的成長幅度會優於上半年 等於說今年整體的上市貴獲利數字 我們抓應該是有機會超過3.6兆 挑戰3.7兆 那YY成長23% 你用YY成長23%的角度來看 去年的指數收盤是17930 你乘以1.23 其實台股應該還會再回到2萬元之上 所以就景氣的角度上來看 我們就基於GDP的四隻角 在搭配企業獲利數字整體 一季比一季好的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認為說目前台灣的基本面 應該還是非常的穩健